价格的制定 仲介公司会帮你做把关 我们会调出 所有透明公平的实价登录的内容 以及我们目前在区域内 销售的金额的数字 我们会做一个评估 然后我们会做出一个最合理的价格 针对于在屋康上的检查 那我们也能够帮客户 第一时间的处理到位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水电的修缮 或者是说房屋的清洁 或实价的处理 跟房子的照护等等之类的 台风天去巡屋 那有水电的问题 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 我们也会帮他解决跟处理 包含他购的房子之后 让他来做室内的装修跟修塞 甚至他有继承 或者是阵雨的问题 这些专业的问题呢 平常你要去找到专业人士 来帮你服务 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吗 我们房子有没有土壤异化 那针对于我们房子 有没有做在地质敏感 那针对于我们房子 他的土地使用分区的状况 建并融机率等等之类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调查 他们本身就有很多口袋的名单 或者是投资客 当你这个建案是有Apple的强度 他们本身就已经把他们的口袋名单 都通知过一遍了 当然挑选我是最正确的 开个玩笑 他们都必须经过 不动产营业人员的考试 或不动产营业人经济业的考试 除了拥有不动产营业员的执照之外 不动产经纪人 为老推动师 包租代管的执照 当他取得了这个执照之后 他才能够从事房仲业 那所以在选择合法的房仲的人员 不外乎这两个是一定重要的 比如说你可以请教他 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学区 他的距离 或者是附近的生活机能 交通等等 甚至是最近的成交的行情价 在这些回答当中 概略的就可以看得出 房仲业者的专业度了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即将开通会员功能 诚挚的邀请您 一起来加入会员 挺中天 加入会员 将实质的帮助中天新闻维持盈运 中天新闻近400位的员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电视会员功能即将上线 相关的资讯 更进步的内容 请请关注中天新闻直播 中天新闻脸书 以及快点TV 脸书粉专